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在主义者就把人的内心的一种体验 内心的心理体验认为是真的一种存在 那个也就是说 那个哲学家从人的身上看到了两种存在 一种是外在的 家于人身上的东西 这种东西并非是人本身要的 还有一种是外在之外的 还有一种是人内心要的东西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 可以概括为 一个是物 一个是能 从物而言 这里面体现的这个有和无的关系 那么 从能而言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关系 那么他就认为只有能存在了 物的才有或者没有 这句话比较玄啊 从物而言是一种有和无的关系 从人而言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关系 那么他认为只有能存在了 才会有物质上的有还是没有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是把物质呢 看成是外在的 偶然的 禁止的 荒谬的 也是不可认识的 物的意义 只是由于人的存在 它才会有意义 总之人的主观意识 内心产生的主观价值 才是真正的高于物质的东西 这才是真正人需要的东西 这样一来呢 就把人分成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 再去分人的内在与外在的 思辨的基础上呢 还要做进一步的思考 我们就会感到所谓人的物化 可以用拜金主义这个词来加以概括 什么叫拜金主义啊 就是有些人用生命去换物质 换的时候还很开心 可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呢 就是把人的东西去变成了物的东西 本质上叫做内外跌倒 这种追求开始的时候也许很开心 开心到了一定的程度 才发现这原来是一种笨墨倒置 因为世界上得来的一切本质 应该是为人的幸福服务的 那么外来的物呢 不过是外在的 偶然的 静止的 甚至是荒谬的 假如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主体意识 把自己变成了外在世界的一部分 那个时候人这个名字就该取消 人其实应该叫做非人 那么非人这个概念的提出 实际上就是异化概念的极端化 我们过去说能把自己当机器 这是异化的一般概念 能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劳动对象 这是异化的一般概念 但是这个异化的极端化 就是把人变成了非人 假如一个人把自己当做非人来对待 那个时候其实也就是 那个油和无的关系 因为你只是个物 这个物又不属于你 我们就可以用油和无来区分你了 但是假如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个人来对待 那么所有外在的物 只是为你这个人而服务 那个时候就要提出 你应该尊重自我的生命 因为生命的价值要比物者重要得多 这也就是一个古老的命题 所以这里的一个古老的命题 就是把人区分为物和人 而且提出了 如果把一个人的 用生命去换物者 本质上是做内外跌倒 所以我们这里来小结一下 那么第一 那个存在主义者 却强调个性 个人性 而不是群体性 这是他强调的第一点 第二 他强调的是生命性 而不强调外在的物质性 更不能隆人 把一个内在的人变成一个外在的物 第三点 就是强调一个作为主体的人 包括他对世界的看法 感受 想象 直觉 认为这才是把握真理的可靠途径 所谓的真理性 不是世界对于个人的反应 而是个人对于世界的反应 是人的主观信念 而不是外物造就于人内心中的印象 这第三点 其实就是要求用感性 来对抗过分的理性 把那种过分的理性和计划性 认为是外在的 用自然科学做实验的方法 可以得到的东西 而感性的东西 却是一种内心体验 才能获得的东西 反正外在的东西 理性的东西 它是可以用做实验的方法来得到的 甚至这种实验方法 还能够重复做 结果还一样的 但是内心感性的东西 却是靠内心的体验来得到的 而且根据那种内心的体验的东西 它每次结果还不一样 那么内心的体验怎么获得的呢 这叫做内心的一种 是靠中直觉 靠中体验 用体验来的一种东西叫直觉 叫做心性直觉 这种东西是真理性的东西 所以就有一句话就出来了 叫做科学靠发现 历史靠理解 这就表现在人的本质 在于人的心理中的感受 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 就进一步区分了 人与物的区别 物是什么呢 物是在某种层面上都被规定了的东西 人是什么呢 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动的东西 一棵树从一粒种子慢慢地长成一棵大树 这是被规定了的 但是人生出来一无所有 人成为什么样 不仅仅在于其外部环境 而更是由其内心的意志 能动的选择 它的设计 它的意志 它的机遇 凑合而成的 因此 树不可以造就自己 但是人可以自己造就自己 而人的这种可能性又是无限的 而物的可能性是被规定了的 所以人不能固定地 处在被动的位置上 而应该不断地变化自己 这样呢 就又回归到一种很浪漫的情节里去了 这样呢 就是他们要总结的第四点 人具有浓动性 因为人能够思考 人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改变 这也是西方哲学里面的 具有革命性的一点 西方人比较愿意改变 愿意移动 而不是像东方哲学里面 比较喜欢不变 觉得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观点 简直就是背叛自己 那西方人的观点一直是改变的 你比如说西方有个学派叫做年间学派 听说过吗 年间学派是个很伟大的历史学派 年间学派第一 一代人 这两个历史学家 一个叫Mark Broch 一个叫Russia Fiffel 这两个人认为 应该打破学科之间的范围 他们搞出一种历史学 叫做总体历史学 叫Total History 那么那个Total History呢 就是说 一个历史学家不应该只研究政治史 还要研究大众的历史 还要研究地理学 还要研究心理学 还要研究文化学 那么这样一种东西编在一起 叫做总体历史学 但是这样的总体历史学 显得很支离破碎 所以到了他的第二代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人叫Brodell Brodell就把他体系化 他就把他结构化 然后但是时间上 他规定了有些是长时段的 有些是中长时段的 有些是短时段的 你比方地理因素 气候因素 在一个地区 可能是永远是差不多的 这叫长时段的因素 文化因素 经济因素 可能是中长时段的因素 而政治每天都在变 可能是短时期的因素 所以假如你写一本世界历史 你可能先要写 第一卷应该写地理气候 写到最后才写 渐变的东西 变得很快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就把早年的Total History 变成一种结构历史学 他的第三代 就是拿努力 他们那些人就搞历史的碎画 觉得你老在一个结构里面 去做学问 很容易只见结构 不见个别 所以他们就去探讨个别的东西 比如说研究一个村子 写一本像蒙太游这样的书 就谈一个村子里的文化 或者就谈一个阶层 或者谈儿童的死亡问题 这样一来呢 他又把年轻学法发展了 可见他那个学派的发展 是通过第二代人 对第一代人的革命 又是通过第三代人 对第二代人的修正 所以我们老看到 他一个学派的发展 是通过对以前创始人的观点 进行颠覆而发展的 而不是完全是靠继承的 所以这样一种精神 就是说人是有能动性的 科学发展也是有能动性的 那么这样一种看法 就构成了西方的一种 思想里的一种 非常进取的一种精神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人的选择问题 认为人 除了上面的能动性等等 人还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尤其是发现很多人不会选择 很多人根本不愿意选择 首先可以把人类分成两类人 一类人是喜欢选择的 主动选择的 还有一类人是被动选择的 或者是根本不喜欢选择的 那么无人是会选择的 还不会选择的人 往往都不那么会选择 有些人根本不喜欢选择 觉得在选择的时候 人是特别痛苦的 他已经习惯于被别人去选择 所以当一个人突然浮育 被可以选择的机会时 他居然会感到不高兴 他不仅不高兴 还要感到痛苦 那么现在的哲学家 就要告诉大家 当一个人有选择机会的时候 首先你要认为这是开心的事情 它是幸福的事情 然后你还要告诉他呢 正是因为能有选择 人才渐渐地从外在的世界 进入到人的自主的内在世界 从固定的 静止的个人 走向了内心的变化的个人 这样一种转变 就使得人之所以为人 好 我们讲到那个选择的问题 实际上很重要的 就是人不仅要善于选择 不仅要喜欢选择 还要善于选择 就像沙特所说的 每个人都不会选择 所以要叫他们怎么选择 所以每个人内心当中 只有一条忧虑的虫子 所以主要他们不会选择 那么因为选择是很重要的 那么一个内心 一个人的内心 必须是自由的 幸福的 有感触的 这样你才能对付 那个外界的 更加负责的外界世界 那么这里面就有两种看法 一部分把完全的内在和外在 对立起来 那么我不主张这种看法 有一种人看法 就是外在的一切都是恶心的 绝望的荒谬的 那么为了描写这种外在的荒谬心 有个存在主义者叫加谬 知道吗 加谬写过一本书叫局外人 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局外人 但是实际上我们到最后 你为什么要说内心是自由的 是开心的 是有感触的 最后你还是要找到一种和谐 怎么一种状况 人是最和谐呢 按照我的看法 就是内在和外在的真正的和谐 那个时候人最可行 而不是要把两者造成是对立 当然如果你内心和外在是完全对立的时候 你当然是最不幸福的 是不是 那么总之 内在的人和外在 为外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存在主义者那里 就被描述为黑和白的关系 觉得人在内心还可以把握 人只要走出去就摆脱不了荒谬 死亡 因此人应该走进来 人一旦走进来以后 就想找到了家 就是自由的安全的主观的选择的 那么这样一种对立的说法呢 实际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对于西方社会的一种揭露 存在主义者呢 从这个一点上来看呢 他是挺激进的 有对西方当时社会的一种揭露 他认为在西方的现存的制度下 实际上人的内心的安全 自由主观选择 都是被剥夺了的 因此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对立 那么这样一种对立 必然导致了人的痛苦 当人没有体验到这一点的时候 人还是不痛苦的 但是当哲学家点明了 人的根本性的时候 人的痛苦就显现出来的 这句话也很深刻 有的时候你不要说这些事情 你也就不说也不懂 不懂也不痛苦 是不是 甚至你不痛苦还认为很幸福 会不会这样 但是当他把一切的 把你点明的时候 人就会醒了 这就是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员 想告诉世人的 说你现在生活的方式 是一种物的存在方式 而不是人的存在方式 你必须醒觉 你醒来以后 你才能感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并不是那些简单的物质 而是向往的是更加深层的心灵 那么你只有领域过那种 更加高级的心灵的生活 那个时候你才会对简单的 那种物质的生存 感到恶心 感到绝望 感到痛苦 感到荒谬 所以呢 你之所以对外部那个世界感到 沾沾自喜 因为你的层次太低 你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人的 精神的追求上去 只有你到了人的精神的追求上去 你才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 过得简直不是人的生活 就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当一个人还没醒来的时候 还处于以前的物质生存的时候 他是不会感到外部 不会对外部感到恶心的 他甚至还去追求外部的利益 有很多人生活了一辈子 一辈子在追求名利 一辈子就追求物质 反而以此为乐 以此为龙 那么现在呢 你已经体会到一种幸福 内心的幸福 内心的快乐生活时候呢 你再让你回去 那你就不肯回去了 那么这就是说呢 沉浸沧海了 你真正找到了更加高层次的幸福以后呢 你就不会再去过那种物化的生活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心灵被唤醒 当有人告诉你 你现在有种更好的 私信生存的方式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以外在的物质生活 感到快乐了 那么这样的人呢 实际上他是更自由的 你叫他住在一个茅草屋里 他就觉得茅草屋是成都草堂 是吧 杜甫的成都草堂 你给他一个摩天大楼 他也觉得摩天大楼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外物 真正使他开心的 使他内心的一种精神的追求 那么我想这点对你们艺术家 应该是很重要的 是吧 那么这样一种关系的挑明呢 对于理解那个现代的社会呢 它无疑起了一种冲击 那么另一个人 就是刚才说到神学家 这个人叫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呢 他认为哲学应该把孤独的个人 存在的基本状况 作为研究的主题 哲学研究什么 研究孤独的人的生存状况 只有个人无理性的心理体验 才能领会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因而只有个人的存在 只有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主观心理体验 才是个人的真正存在 那么我觉得他呢 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 他要研究是个人的无理性的背景 就是外在世界太过理性 那么外在世界如果太过理性呢 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是相对的 外在世界反而是太理性 但自己反而就是非理性了 那么哲学家在这里呢 实际上是说反话 就是那个哲学家那个克尔凯郭尔呢 这里说的话呢 其实是在说反话 因为他心里真正赞赏的还是内心的东西 他说外在的是理性的 其他的都是非理性的 内心是非理性的 其实他真正想说的 是只有内心才是真正理性的 所以他认为应该把个人的孤独状态 作为研究的主题 孤独状态作为研究的主题 他要去研究那种无理性的心理体验和非理性 无理性的心理体验和非理性又是两个概念